了解大英帝国的过去,编织半个世界的未来 欢迎收听老谢的英国历史 继续收听这个节目 那么这期节目的前一小段呢 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东部沿海城市 Whitby,也就是惠特比这个地方 上期节目本来是想说这里的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没办法就放在这期开头了 这个惠特比啊,其实就是传说中中世纪吸血鬼的发源地 嘿嘿,我相信我一说到吸血鬼 那些比较年轻的同学 特别是爱看美剧的同学 是不是就比较感兴趣了 但是真的抱歉 谢老师的节目里边不包含吸血鬼 但是你也不用着急哦 因为惠特比这个地方有一个吃的 我就知道有些同学一听到吃的眼神就放亮了 那吃货般的表情马上就展现出来了 是吧 哎,好吧,那谢老师告诉你 英国的那个国民美食Fish and Cheap 就是炸鱼薯条 全英最好吃的一家店就在这个惠特比 你在街边买的那些炸鱼薯条和惠特比这个炸鱼薯条 比起来就差太远了 所以近期要去英国旅游的小伙伴 可以登陆我的微博上火的谢哥去找一找这家店的地址哦 哎,其实说这些呢,代表谢老师也是个吃货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把话说回历史啊 惠特比这个城市啊,在英国七国之乱的初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时基督教啊,分成两个派系 这个时候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疑惑了啊 基督教还分派系吗 那必须分呢 现在还分成这个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呢 就好像那个佛教分成大成佛教、小成佛教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啊 以后有机会会和大家说一说他们的区别 那当时的基督教呢 在英国就分成阿尔兰派和罗马派 阿尔兰派呢 就比较注重个人精神的修炼和一些神秘的事物 那罗马派呢 就比较注重纪律、人神等级和关注财富 说白了就是阿尔兰的基督徒比较注重精神 而罗马派呢 就比较实际了 所以这两个派系呢 针对上帝苏格的一些教育存在着一些分歧 就包括那个复活节的时间 他俩就不统一 那不统一就会搞得人民群众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假了 什么时候该庆祝了 对吧 那社会秩序不就乱了吗 后来这两个派系就是在惠特比 开了那个英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惠特比宗教会议 最后才决定以这个罗马派的教义为主 实行了基督教在英格兰的统一 那有的同学就说了 老谢不就是开个会订一下谁是基督他家的老大吗 这话还值得在本期节目一开篇就说吗 哎 这位同学 你的这个问题就问在点上了 各位同学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罗马基督教派强调的主旨是什么呢 纪律 人神等级 关注财富 那我分析一下这三点啊 纪律指的其实就是尊崇秩序 人神等级也就是阶级地位 关注财富不就是教人往前看实现理想的幸福生活吗 这三点非常重要 因为它就是西方人普世价值观的基本结构 那有的同学就会问了 那西方人那套普世价值观具体指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这一集里呢 我用对比的形式来回答 可能你会更能理解一些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群众 那个阶层有四个词还记得不 爱国敬业和谐友善对吧 如果你给它替换成秩序阶级富裕友善 这个意思是不是就全变了 那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什么是西方人的那套普世价值观了 我用了两集来说明基督教在英国的发展 其实就是想强调西方人的价值观说到底是通过基督教来奠定的 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啊 另外呢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大 而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更希望的是各位同学跟随着我的节目 然后自己去总结西方人那套普世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在我讲完英国历史或者在讲完美国历史后 我们再单独的开一期节目来总结这个答案 我觉得那个时候针对这个西方人普世价值观的一种定义 可能会更加深刻吧 那好了啊 这个惠特比的介绍就到这了 这里又到了一个普及知识重点的时候了 就是刚才说的复活节 复活节啊 就是上帝苏哥死后的第三天 他就复活了 后来这个基督徒呢 就以每年他复活的这个日子 发明了复活节 但是发明复活节的那个时候啊 没有功力 不像说现在有这个几月几号星期几 所以那个时候就通过阴历来计算这一天 也就是春分月圆的那几天 这就导致了这个复活节和我们那个春节就一样了 每年这个都是不固定的啊 但一般是在这个每年的三月末到四月末的某一天 2018年的复活节是在四月一号 就和这个愚人节碰上 复活节呢 在西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 在这一天呢 当然肯定是放假了 那庆祝的方式呢 就和彩蛋有关 人们呢 就就比较愿意吃一些羊肉啊 火鸡啊 这类的东西 然后你会经常看到老外会围着这篤火 喝酒庆祝 好 复活节也讲完了 那基督教的故事到这呢 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去聊一下 七国统一之后的英格兰发生了什么事 好了 欢迎回来 上集说到在公元838年 威塞克斯的爱格伯特国王 一统了英格兰 但这个时候的英格兰并不消停 因为来自丹麦的海盗 就盯上了英格兰这个地方 而且这些丹麦人 差一点就把当时的英格兰给弄亡国了 这是咋回事呢 你听我慢慢讲啊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丹麦人这边情况 丹麦人其实就是维京人 维京人 这个人种除了包含丹麦人 还包括了挪威和其他北欧地区的人 那由于那个时候啊 丹麦那个地理位置的原因 天气就比较寒冷 在古代呢 这个农耕条件不行 所以这些丹麦人就只能靠在海上捕鱼为生 后来呢 这个丹麦人口越来越多 吃的就越来越少 就开始闹饥荒 所以有一部分呢 丹麦人呢 就开始出海了 然后自求生路了 那这个时候呢 丹麦还没有受到这个基督教的洗礼 文明发展的就比较落后 和这个蛮族差不多 那这些出海的丹麦人 就不学好 就当起了海盗 那离这个丹麦比较近的国家 就是法国和英国了 然后这些维京丹麦海道就开始抢劫这两个国家的沿海地区 这就像我们明朝的那个时候 日本倭寇老来我们中国沿海地区抢劫一样啊 但是那个时候的丹麦人到英国抢完东西还不算完 还得把当地的城镇啊 村庄啊给全部给烧掉 非常猖獗 然后当时的那个英国国王叫埃塞乌尔夫 大家不用记啊 其实他就是埃格伯特的儿子 就开始维护这个沿海地区的治安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丹麦人的机动性比较好 就抢完东西就跑回到船上 而且抢的特别粉散 就搞得这个国王无从下手 因为这个时候的英国海上军事力量是没有的 还没有什么像样的舰队啊 所以说丹麦人一抢完就跑回海上 英格兰根本就抓不到他们 就这样呢 英格兰就像被一堆虫子一点一点的被啃食 更糟糕的事情来了 就是这个埃塞乌尔夫国王去罗马朝拜的时候 他的那个第二个儿子给他篡位了 就通过这个宫廷政变啊 就给他废了 但是被篡位的时候啊 那个国王手里还是有点冰的 就回到了英格兰 但是这个埃塞乌尔夫确实比较怂 就没跟他儿子打起来 而是跟他儿子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把英格兰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来统治 这个国王老爹呢 就统治英格兰的东部 这个国王的儿子呢 就统治西部 这就搞得英国的军事力量 还被分成了两半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丹麦人不就更猖狂了吗 丹麦人呢 越来越嚣张 就打得这个国王很狼狈 因为他那个儿子 根本不发兵救他 也不帮他那个老爹 去对抗这些丹麦人 就眼看着他这个老爹 孤军奋战 也不管他爹死活 更可气的是 他还跟他的一个继母 还通上肩了 你听一听 是多么浑胀的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丹麦人呢 就已经打到伦敦和温切斯特了 甚至把这个伦敦都烧成废墟了 这个时候的英格兰 首都都被占了 就等于说近乎要亡国了 那这个国王老爹呢 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就郁郁而终了 就死了 但是呢 这国王老爹在死之前呢 做了一件非常明智的事 就是死之前呢 他特别立了一个遗嘱 就禁止他的王位传阁内 就是不能传给他的孙子 那后来就传到他第四个儿子的时候 前面说的那个老二 就被这个老四给拿下了 其实这个老四还可以算一个好国王嘛 也想那个恢复英格兰的国土 但是老四确实没有什么讨略 属于有心无力的那种 那讲到这儿 有的同学就会问了 那这个国王有没有第五个儿子 哎 谢老师就想告诉你 有 就是这个钻石王老五 国王的第五个孩子 拯救了英兰 这个第五个儿子 就是历代英国人民心目中公认的那个开国皇帝 堪称英国的国父啊 Alfred the Great 阿尔弗雷德大王 就是阿尔弗雷德的出现 才力往狂澜 让这个昂格鲁萨克逊人打败了丹麦人 阿尔弗雷德这个名字啊 各位同学必须要记住了 前面所有说的这个国王的名字 你都可以忘 唯独他不能忘 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阿尔弗雷德 重要到什么程度啊 就如果有机会 你和老外 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也好啊 你和他们这聊天 就聊到了阿尔弗雷德 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那人家的心里觉得你很low 就连阿尔弗雷德你都不知道 你还来我们国家屡什么友 所以这个人就非常牛逼的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 阿尔弗雷德 那这集呢 我们就讲一讲这个阿尔弗雷德大王了 但是在讲阿尔弗雷德的故事之前呢 我需要先休息一下 因为刚才喷的有点累 好了 欢迎回来 继续说这个阿尔弗雷德啊 这个阿尔弗雷德从小啊 学习不好 到了12岁的时候还不认字 整天就知道玩 贼淘气 而且他那个国王老爹呀 就非常喜欢他 就也非常溺爱他 就游着他玩 后来去罗马那次呢 还带着这个阿尔弗雷德了 就有记载说 当时教皇看到这个阿尔弗雷德的时候 就给他实行了高礼 这个基督教的高礼是什么呢 只有给救世主才会实行的一种上帝祈福 这就预示了后来他拯救英兰的这件事 但你别看阿尔弗雷德好玩 但是他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强 在他成年以后呢 就掌握了欧洲各国历史和这个文学著作 而且呢 还还会弹竖琴 就是一种乐器 但是后来那个国家不就陷入了危难吗 丹麦人搞得英格兰焦头烂额的时候 他就不玩了 就毅然决然的扛起了这个国家的众人 就和他那个国王哥哥 就是老四一起出征 去对抗这个丹麦人了 那在对抗丹麦人的一次战役当中呢 他就差点挂了 这次战役呢 的位置大概是在现在的雷丁 就是雷丁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找一找雷丁这个地方的介绍啊 也是比较好玩的 这话再说回来啊 当时他为啥差点战死呢 就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国王哥哥不给他发兵 为啥不发兵 是因为他这个国王哥哥需要先向上帝祷告 祷告完才能发兵 结果就搞得在这次战役当中 阿尔弗雷德全军覆没 就差点就死了 最后打的就剩他自己一个人了 然后他就跑了 所以后来这个老四他哥呀 就说就是因为他的祷告 他才活下来的 但是没过几天呢 他哥就死了 就是说他哥给别人祷告行 给自己祷告就不灵了 那再说回这阿尔弗雷德啊 他不自己跑了吗 跑了以后就传出了 英国人民家喻户晓的那个烤糊蛋糕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就很鸡肋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但据说就是因为这块蛋糕 阿尔弗雷德才想出了御敌之策 从而力往黄澜拯救了英格兰 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他战败以后就化妆成农民 就跑着跑着就饿了 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牧羊人 这个牧羊人的老婆就可怜他 说那你进屋吧 我给你烤块这个蛋糕 其实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蛋糕 就是一块面饼 然后就拿出一个生面饼 放在这个火炉上了 正好这个牧羊人的老婆 想起外边这个牛还没喂草呢 就出去喂牛了 阿尔弗雷德呢 一边等这个蛋糕 一边就在想 怎么能够击败这些丹麦人呢 结果就太投入了 旁边那个蛋糕就被烤糊了 他都不知道 等这个牧羊人的老婆回到房间以后 就看见那个蛋糕被烤饺了 阿尔弗雷德还在那愣神呢 就大发雷霆 大叫大骂 就说他不懂感恩 浪费粮食 而且差一点把他的房子给点着火了 就说他不值得被同情 活该被饿死 但是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 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就被这个妇人劈头盖脸的给哄了出去 当他被哄出去那一刻呢 他反而没有生气 而是狂笑 就是因为他想到了拯救英格兰的办法 此时此刻呀 谢老师是想笑的 因为啥呢 因为家喻户晓烤糊蛋糕的这个故事 讲到这儿就结束了 是不是听起来就挺没头没脑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去问那个老外 问那个阿尔弗雷德 当时想到了什么好办法呢 我估计啊 绝大部分的老外都回答不上来 但是没关系啊 有谢老师在 谢老师知道他想出来什么办法了 所以你听了谢老师的节目 就可以在这个老外面前 扫一扫他了 同时还能体现作为外国游客的你 你在这个老外眼里是多么薄骨通筋啊 那我接下来讲的 才是阿尔弗雷德这个人传奇之处了 因为他真的可以把零变成一 再从一变成一百 在近乎王国的状态下 单枪匹马拉起队伍 重新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阿尔弗雷德呢 从这个牧羊人的家里出来以后呢 就来到了前几集说的那个 亚瑟王建功立业的地方 叫阿瑟尔岛 在阿瑟尔呢 离布里斯托都很近啊 可以上一下我的微博找一找 那在这里呢 他就发现了一个森林 森林深处呢 有一片沼泽地 而且他在这个沼泽地中心的位置 找到了一片干燥的土地 然后呢 他就在这个干燥的土地上 建立了他自己的大阪营 因为这个大阪营的周围是沼泽嘛 然后沼泽外边又有森林嘛 所以敌人就很难攻进来 另外呢 他在这个森林里边 设计了一个秘密的通道 只有通过这个路线 才能打到自己的这个大阪营 那他就在这呢 重新招兵买马 建立了一个游击队 就以牙还牙 时不时的去这个丹麦人的里边 去骚扰一下 虽然这些小的骚扰 不能让丹麦人一下子就瓦解掉嘛 但是这些小的胜利 就给这英格兰人民带来了希望 就觉得这国王还是可以拯救他们 就这样呢 在沼泽地这块呢 又重新聚集了一部分的兵力 那现在又有兵了 他就开始策划更大的这种进攻了 后来呢 他就想去进攻一个 丹麦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啊 但是他没有贸然的去进攻 而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前面说到这阿尔弗雷德 不是会弹那个竖琴吗 所以他就假扮成一个 会弹竖琴的这么一个乐手 就在这个军事基地旁边弹琴 优美的琴声啊 就让这些丹麦人就特别欢喜 他心情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丹麦人就请他 进到那个军事基地里边 为那些首领弹琴 这个时候就让这个阿尔弗雷德 看到了粮草的所在地 那后来呢 他就让自己这个英格兰的部队 躲在舍伍德森林里 舍伍德森林 其实就是那个著名的英国小说 侠盗罗宾汉 发生的那个地点啊 后来这个故事 大家就能采到了 就是丹麦人的粮草被他烧了 然后趁乱突袭 大获全胜 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的胜利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英格兰 全英国的人民都沸腾了 因为他们以为 这个五国王已经死了 那由于这个胜利的消息 就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国王还没有死 就给他们带来 重建家园的希望了嘛 然后呢 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 就找这阿尔弗雷德的部队嘛 就加入到部队里了 然后阿尔弗雷德还建造了第一批帝国海上舰队 这样呢 在阿尔弗雷德这个率领之下 就节节胜利 英兰就重新复活了 并且把这个丹麦人打败了 就这样 在公元880年 阿尔弗雷德也比较可怜 这些丹麦人 因为回想自己的祖先 不就是这样夺取不列颠岛呢 然后他就主动和这些丹麦人达成了和解 就把英兰东北部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这些丹麦人 让他们定局 但前提是丹麦人必须皈依基督教 而且不能再对这个英格兰人进行骚扰了 就这样呢 英格兰虽然的有些土地是给到丹麦人了 但是战争和骚乱就在这个时候就停止了 那英格兰又重新回到这个有序的文明发展当中了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这个基督教的影响 那这些丹麦人就融入了英格兰人的那个社会当中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同学会问啊 那为什么说诺曼人就是这些丹麦维京人呢 诺曼底不是法国的吗 后来二战著名的那个诺曼底登陆不就是在那吗 这个诺曼底的由来啊 其实就是发生在阿尔弗雷德统治的时期 因为前文说了嘛 这个维京人不仅骚扰的是英格兰 还骚扰法国啊 于是乎那个法兰克国王就效仿阿尔弗雷德 也画出了这么一块地方给这个维京人 就是诺曼底那个位置 所以后来这些维京人就叫诺曼人了 后来这块地方就叫诺曼公国了 那第一任这个诺曼公国的公爵叫罗洛 他的孙子就是后来征服整个英格兰的那个威廉一世了 也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诺曼征服 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阿尔弗雷德啊 阿尔弗雷德一生的成就不仅是带领了英格兰人民 重新的站了起来 打败了丹麦人还体现在他的统治上 就比如说这个教育 他后来就派人去欧洲 把所有的这个文学著作全部带回英国 并且翻译成了这个英语 而且还开了N多学校 就让这个人民可以获得知识 据说这个牛津大学的前身 就是他所建的这个学校慢慢发展到 后来变成牛津大学的 另外呢在这个阿尔弗雷德统治期间呢 钱是可以漏白的 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可以带着金箱链出门 而不用怕被打劫 另外呢就是你放在家门口的那些贵重的东西 也不用怕被偷窃 当时的英国人就特别爱戴自己的国王 非常愿意遵守这个阿尔弗雷德制定的法律法规 人民生活的也非常安居乐意 所以说此时的英语兰就可以说一片欣欣向荣了 那本期节目说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 各位同学有没有通过阿尔弗雷德的故事 总结出来点什么呢 反正谢老师总结的是啊 第一在你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 即使什么都失去了 但是你的精神不能倒 不能崩塌 要心存希望 要不你就真玩完了 第二呢就是在这种困境状态下 一定要理清思路 看看自身有哪些优势是可以发挥的 然后计划好这个套路 把你那个大目标啊 拆分成各种小目标 先去完成那些小目标 最后你会发现 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 你那个大目标大理想也跟着达成了 那么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一定关注我的微博 上火的谢哥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bye 哦对了老谢的英国烈水提供广告植入 我们会把品牌植入到每一期节目当中 有需要的请联系QQ 或微信 5019253 5019253